在2022的鴻海科技日 Naziz N7 出現了 我們知道其實在現場 去年發表的那台Model C也有出現 在規格上面 今天雖然有發表說 其實它有高性能的版本 它把動力從400匹增加到460匹 不過我們這次第一階 大家都說百萬內就可以買得到的 N7是屬於比較入門的後輪驅動版本 馬力有230匹 但是續航里程只有420公里 但是這個感覺起來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蠻適合台灣的生態了 我們看到現場這個N7 也會發現它的車子的尺寸相當的好 而且在車內也是有兩個螢幕 駕駛座前面一個 中共還一個 大概一切都跟我們預計的差不多 那這次的發表呢 除了這個Model C 這個是我們去年就知道 而且之前大家很多人也訂車了之外 主要發表了還有Model B 就是比較小的Segman 就是它的那個車長4米3 但它軸距有到2米8 所以非常帥 而且它的內裝的設計非常的跳 它們稱Model B叫做Model Beauty 這是鴻海科技最重要的亮點之一 就是我身邊這台Model V Model V是針對於商用車 所以它是一個小型皮卡的形式 但是它可以有3噸的拖曳力 還有3噸的載重 所以其實它在整個設計上面 也是適合全世界的市場 尤其是北美市場 它算起來算是一種尺寸非常適中的 尤其以東南亞來講 是一個皮卡大市場 美國當然他們會有更大的市場 不過這個因為這是純電的平台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設計 當然未來客戶可以自由的設計 它的造型 所以這個是設計出一個DEMO 示範 你看它這個頭燈做兩個H 所以只是說它們已經有能力 製造這樣子的皮卡的平台 所以怎麼說呢 設計上面也是相當的新穎 我們比較好來看一下細節 特別譬如說它有電動的後視鏡 而且它把左右後視鏡的訊息 就直接在駕駛座前面的儀表 左邊右邊 所以其實在這個視覺上面 是相當的蠻方便的 然後它也是有這個後面的電源 就是說如果你是去露營的話 它直接就會有電源的輸出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V2L的這種應用 那麼這台Model V呢 目前我們還不知道有合作對象 不過基本上就是洪海晶 確立了這部車的發展 那我們知道的數據 大概這個車子也是 420公里的續航離程 然後其實11月8號的時候 它們還會在針對於所有的產品線 以及所有的這個 合作的對象 合作的工廠等等 做更詳細的發布 其實我們仔細比較Model C 跟納智傑的N7呢 我們會發現其實 唯一的不同就只有在外觀 是可以依照客戶 所謂的客戶就是納智傑 製造的是洪海 對不對大家知道 這個關係 所以基礎的這個 整個的原件 就是說 組成的東西其實從我後面這個螢幕 就可以講 這邊就是整個Model C 也就是在N7上面 它所有的編程 包含它的這個動力性能 各種規格 還有它的這個螢幕呢 會使用哪一種設計 像在N7上面它其實是直的螢幕 但是呢 它今天又推出了Model B Model V等等 它其實是同一套系統 但是螢幕有的是小的 有的是橫的 有的是直的 所以其實在整體來講 我們整個聽起來 它的功能性上面 譬如說它可以透過OTA 來做整個車型的升級更新等等 這些呢都跟我們希望的 也跟預期的都相當的接近 就是說 特斯拉能做到 其實他們也做得到 就這個意思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在預估的時候 它是不是有Level 2的A-DOS 有 那入門的是這個後輪驅動 馬達是放後面還是放前面呢 反正是後面 續航里程 700公里 開心了吧 如果是雙馬達系統 這個動力 本來是400匹 現在提高到了460匹 非常開心 對不對 那比較入門的 百萬內呢 也是有到420公里的續航里程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點來講 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這部 這個我們台灣國產的這台 這個納茲捷N7 已經是非常值得期待 那從這邊這個螢幕 這個資料應該我們也可以找得到 它的這個內容來看 其實不管是在車體的結構 安全性還有科技程度 都還蠻能夠讓我們覺得說 其實它的整套系統的總功能性 是相當強大的 就看未來客戶要用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以鴻海科技 今年的科技日發表的 這幾台這個新的電動車來看呢 我相信他們的整合 整體的整合實力已經做得相當好 而且有2400多個協力場 的大家結合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相當的開心 所以這次等於是讓我 對於這個我們國產外來電動車的發展 是更有信心的 好今天就到這裡 我是Kevin 我們改天再闢一個專題 更仔細的來聊一聊 我們的外來的電動車發展 下回見 拜拜